而另外呢 在三年前 臺中有名賴姓的男子闖入了牙醫診所 說要找這個擔任護理師的妹妹來理論 沒想到一旁的王姓牙醫被遷怒 而且給殺害 當場還刺傷了兩名護理師 其實的部分一二審跟一審都依殺人罪 判了無期徒刑 民事的部分 法官認為牙醫師遇害之後有這個遺產 所以牙醫師的太太名下還有存款跟房屋 所以不用賠撫養費 只要賠喪葬費以及精神撫慰金 這讓牙醫的妻子無法接受 三年前 賴姓男子持刀闖進牙醫診所 要找護理師妹妹 找不到人 遺棄之下刺殺王姓牙醫師 兩名護理人員也受傷 刑事部分經過一審二審跟一審 賴姓嫌犯被判處無期徒刑 但家屬無法接受 現在王姓醫師離癌妻子 民事酬償的547萬撫養費 法官也判不用賠 原因是王姓醫師留下四百萬保險金和遺產 而且遺孀名下有百萬存款和土地房子 王醫師他在年輕的時候白收起家去 很辛苦很日夜的工作 掙來的這些錢 法院的判決我們尊重 但是法院卻認為說 他今天王太太他取得的這個遺產以及保險金 所以他認為他之後可以維持生活 這樣的見解我們認為有待商榷 王姓牙醫死後留下離癌的妻子和一對兒女 還有年脈雙親 原本他和四名被害家屬求償一千八百六十五萬多元 其中的547萬是他的撫養費和醫療費 但法官卻因為他拿到先生的保險費遺產 就判不用賠償 很不合理啊 因為這些錢 如果這些錢是王醫師王太太他們 在年輕的時候打拼下來的 是靠他們自己的努力 殺人償命嘛 那你沒辦法償命 你可能就是要賠償 那不是倒果為因嗎 這個邏輯上我們覺得是有在商榷 也跟人民的法感情 是有這個衝突的地方 兩名受傷護理師分別獲判 273萬和49萬 王家只有喪葬費和四人的精神輔慰金 共657萬多元 失去親人的痛還沒有撫平 又面對這樣的判定結果 律師決定再提上訴 這位楊楊潔富麗家 台中報導